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选择骑自行车来作为平常休闲的主要活动 让骑自行车因此兼具了运动和社交的功能 而当然在社交与休闲运动的同时 如何拥有良好的配备 确保安全避免伤害 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课题 单车服、墨镜、安全帽 骑自行车的标准配备以及印记权 它们都是国际福轮3500地区社员 为了准备一年一度的全世界福轮日 骑自行车响应公益活动 近70位社员相约在新竹市立自由车场暖身 集合了所有台湾七个地区的骑士 共同来为了根属小马壁而做一个环台的活动 沿途可以看到花香 可以听到鸟鸣 这是让我们在工作之余 一个很好的福轮人的运动休闲 是的 及自行车已经成了国际商业人士主要的休闲活动 美国CNN金钱网站报导指出 美国自行车联盟总裁克拉克表示 自行车不像高尔夫球 它是一个伟大的平衡器 你跟其在旁边的人一样 因此你会变得更精明 严谨公司执行长马克思说 你还可以积极与更多的人互动 行销主任孙沃普则谈到 你会看到来自各个专业的人共相顺举 包括医生 律师 交换员和生意员 其自行车或许是非常有效的社交方式 不过长时间维持同样的启程姿势 身体重心网节 上半身的力量几乎都集中在双臂 下半身就像会坐一样 力量都施压在大腿上 容易造成血液循环不良 一起生还可能会有双脚酸麻的现象 如果同样的姿势长时间维持下去 本来轻松的运动极有可能反而增加身体的负担 公路车它我们需要弯腰这样去取车 那其实弯腰的话会造成我们的那个椎间盘 比较容易往后突 那可能会造成一些 比如说我们一些相关的 比如说韧带的不适啊 那或者是说你因为椎间盘往后突 那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脊椎压迫的不舒服的问题 假如手麻的话只有甩手啦 公益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所以不管是车衣 不管是脚踏车 甚至各式各样的一个配件 我们都非常注重 因为最重要就是安全 自行车场在量化组装自行车时 车架龙头高度 大都是依照基本的升高比度做设定 经过长时间的骑程 才会发现问题 像是龙头的高度过低 或是避震器不佳 导致身体酸痛等安全问题 往往有恐怖的公路车 至少万云起跳 基于成本考量 许多车友选择为爱车 加装零配件 买零件换是比较划算啦 龙头高度 电高了五公分 颈部还有肩膀的酸痛 会比较缩缓一下 还有下坡比较稳 然后手比较不会这么快就麻 没有避震的效果就比较僵硬 有避震效果 手就随着把手弹性而动 那这样子当然就是 比较能够让身体获得舒缓 以公路车或城市车这种大轮禁的 我们的减震效率是可以减震63% 那如果是小车的话 它的装上去以后 它的减震效率是达到74% 小小的一个自行车领配件 改善骑程姿势 让适合骑自行车的良爽出击 骑程得意舒适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感谢观看